在組織與企業網路中 防火牆作為組織中的第一道防線 會直接面對網路上四面八方的攻擊 而當今天假如說你的防火牆撕火了 那該怎麼辦呢 那接下來請講者來我們分享 Firewall is on fire Hacking the Juniper Firewall 讓我們掌聲歡迎林宇翔 大家好 那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 Firewall is on fire 那Hacking the Juniper Firewall 好 那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林宇翔 那常用來一定是LS10829 然後現在是陽明交大志工系的學生 對 那之前是DevCore的實習生 對 那同時也是TWN48 TSJ跟BeiruFast的戰隊成員 那剛從DevCon回來 好 那去年也有在HitCon發表一場議程 好 那 這是今天的Outline 我們首先我會先稍微介紹一下 Juniper這個 這個廠牌的產品 那再來會講一下說 對於 這個產品的一些分析 然後還有再來講一下 在 他們 產品上面有一些什麼樣的保護機制 對 那再來講說 我們這次研究過程當中發現的一些漏洞 然後還有這個 Explorator 我們怎麼把這些漏洞串起來 串成一個完整的Explorator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 一個 回報的過程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好 好 那首先就是這個Juniper的部分 那Juniper的話 它的中文是占博網路 那它其實是一個 類似就是Cisco 跟Cisco一樣就是一個網通大廠 那它有出非常多的一樣的網通設備 包含像是Switch Router 或Filework這樣子 那Switch的話 最常見的像是Ex系列 那Router的話MX系列 那Filework的話就是SRX跟VSRX 那其中VSRX的話是SRX的VM版本 對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就是在Juniper的大部分的產品上面 都是使用他們的OS 叫做JuneOS 這個 這個他們自己開發的OS這樣子 對 好 那首先呢就是 為什麼我們會研究Juniper這個target呢 那原因是因為就是找一間下這個 Orange這張圖 對 就是自己用的服務器大家要打一下 對 那原因是因為當初在DevCore實習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要找什麼樣的目標來研究 對 對那我同時也是在教大志工系 技中擔任那個助教 那我們那邊就有用到蠻多Juniper的設備 對 那就想說 那不然就來研究一下這個Juniper的設備 那不過我們那邊用的大部分是Switch的部分 所以其實我第一 剛開始的目標其實是 它EX系列的Switch 對 那為什麼就會打到Firework呢 是因為 在EX系列的Switch上面找到動的時候 那因為我們的分位的版本比較舊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可以確認說 最新版上面到底還有沒有動 所以我們就去下載了它的VSRX系列 最新版的下來玩這樣子 對 所以最後的主題看起來是Firework 那其實最剛開始打的是它的Switch 好 那除了那個點之外呢 再來當然還有就是 Juniper的影響範圍也蠻大的 對 它就是一個網通大廠 所以基本上使用它的產品的企業是非常多的 對 那再來的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因為這也是我第一次挖掘比較大的大型的產品漏洞 那 所以我會先 假如選擇一個debug上比較容易的產品來做 那所以說 JuneOS的話 它的debug上是相對容易的 因為 你直接SSH進去 你可以用root的user SSH進去 那你就會拿到一個 算是完整的一個root shell 對 你可以在這個系統上面 你就把它當成一般的作業系統 然後你可以當 你可以對它做大部分很多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對 那不過它當然 它有一個保護機制 那這個機制後面會講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要來分析一下這個產品 好 那 首先 第一件事情就是 在所有 在它所有產品上面都有使用的這個JuneOS 這個OS 那它其實是一個Juniper自己開發的OS 但其實它是一個based on FreeBSD 從FreeBSD上面再繼續改來的東西 對 那 多數產品上面都有使用 所以像 你如果進去拿到它的root shell之後 你下一個uname-a 那其實你就會看到一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FreeBSD的kernel 好 那 要分析一個 要分析一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當然 我們 要對它要找動 要逆向 我們就是要有檔案 那要怎麼取得它的檔案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分析一些IoT 像是Printer之類的 這些 或NAS等等的 我們都會 花費一番心力去找到 它的frontware 找到frontware之後 還要想說要怎麼把這個frontware decode 然後再把裡面的東西拆出來 但是在Juniper完全不用 就是 你就直接開啟它的SFTP服務 然後你又用root登錄 然後你就有整個那個 FileSystem的內容 就裡面檔案你全部都可以看 對 那基本上 就跟你在一般的OS上面一樣 所以非常簡單 好 那 那再來的話是JunOS的架構 它大概 在Juniper官方的說法裡面 它JunOS分成兩層 上層的話是一個routing engine 叫做routing engine的東西 下層的話是forwarding engine的東西 好 那routing engine主要負責的是像是 一些像是user的設定啊操作 或者是一些各種 比較偏 就是一些服務的process這樣子 對 那還有像是一些routing的process 也在上面 例如說大家常見的OSPF BGP等等的這些routing process 也都是在routing engine處理的 那下面的forwarding engine的話 它就是比較底層的package forwarding的部分 就是這個switch或router 實際上在處理風暴的時候 為了要加速 所以它下面多做了這一層 底層的一個forwarding engine這樣子 那我們這次的重點 是著重在上面的routing engine的部分 對 好 那所以我們要找一個產品的漏洞的話 我們要先分析它的攻擊面 那攻擊面 它的攻擊面就有很 我這邊列了一些 就是在juniper上面其實跑了非常多的服務 那我這邊列了一些 我們第一就是我們首先要看的東西 對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感覺是相對比較容易 有問題 而且有問題的時候可以做到比較多事情的 對 那像第一個的話這個mgd的話是 它的一個management daemon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一個跑在juniper的local的process 那這個process主要的用途是 在做一些跟configuration有關的事情 那像是把一整份的configuration檔案 因為在juniper裡面我們的config 其實是寫在同一份檔案裡面 那它的作用是把這一份檔案上面的config 去設定到每一個component上面 例如說你在上面寫說你要開ssh 那它就要去系統裡面把ssh去打開 那你在上面寫說你要設firewall rule 那它就要去系統管firewall的地方去把那個firewall打開 那mgd在做類 就是在做大概是這樣的事情 那當然也可以透過mgd去做一些設定 對 那這個東西因為它跑在local 然後它是基本上透過ipc來處理 所以它是一個它的attack vector的話 它就是基本上你要在local可以打得到 那在local打的話 所以它比較常用的一些場景 像是一些privileged excretion之類的 就是你拿到一個低權限的user 那你可能如果這個mgd有動的話 你是有機會透過這個東西去提權的高權限這樣子 對 那再來的話這個rpd的話就是一個routing protocol 負責routing protocol的東西 那它就是一些routing protocol 像OSPF或BGP或其他的rip之類的 這些routing protocol全部都是在rpd裡面實作的 這個rpd會負責去實作這些routing protocol 然後把從這些protocol收到的這些資訊 再把它轉成實際上的routing table之後寫到系統裡面 對 那因為它是有實作routing protocol的 所以既然它是protocol 就是它又跟其他人溝通 所以它也是一個remote mode的到的服務 對 那至於說要在哪個pro摸到就取決於說 你用什麼protocol這樣子 對 那再來的話 SNP就是大家非常常見的 在很多設備上面其實都會有這種SNP的網路管理的一個服務 對 那這個就是非常常見的SNP 那它當然也是remote 那再來的話有兩個L2相關的 L2ALD跟L2CPD 那這個兩個東西的話其實就是一個 像是它跟Layer2的adress learning 或者是L2CP 那L2CP的話包含了像是什麼LLDP 或expanding tree protocol之類的這種服務 那這種東西的話 它也是可以從機器外面摸到 但是因為它是L2的protocol 所以基本上你有點難說你去跨rem去打到它 那可能你要在同一個lan才有辦法達到這樣子 對 那 再來的話就是像DHCP也是一個供給面 對 那最後的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個HTPD 那HTPD的話其實就是這個設備的一個web的管理介面這樣子 好 那 那這邊列的這些服務 其實大家如果去搜尋Juniper的一些CVE之類的 其實這些服務全部都有出過動 對 好 那再來更進一步的分析 我們在看了這些服務之後 那我因為對於HTPD的部分是比較熟悉的 就是對它的protocol長怎樣 然後它的一些服務什麼都比較熟悉 所以我們首先選擇HTP下去分析 那 它的HTP呢我們又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實際上Web Education的部分 就是這些由PHP組成的Web的應用程式 那它是用PHP 7.4寫的 對 那第二個 那這是一個攻擊面 就是打一般的Web Security的一些動 例如說什麼Sequant Injection 或者是Command Injection等等的這些動 那再來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這個HTP Server的部分 那HTP Server的話其實就是 主要是在負責它的HTP Protocol的Parsing 對 就像就類似說大家常用到的NGX或那個Apache這類的東西 就是屬於這個HTP Server的部分 那大家可能在打Web的時候 常常都是看到Web Application本身 但是其實HTP Server也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攻擊面 因為其實在Pars這些Protocol的時候 都還蠻容易出問題的 對 那所以在這個HTP Server 在JuneOS上面的話 它使用的是一個Embedless的那個AppWeb 它其實是直接拿AppWeb這套 這個選擇OpenSource的HTP Server來改的 這樣子 對 好 那再來大概知道了整個Juniper裡面有一些 有什麼樣的攻擊面之後 我們要來看一下說 它上面到底有開的 預設開的哪些的保護 好 那首先呢 在我們拿到RootShare之後 我們就很快速的 想說這個 我拿到RootShare 那我到底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就去 就想說裡面有Python3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Python3 執行下去之後發現 怎麼發生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其實還看不出來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對 那 這個時候我們就找到另外一個指令 叫做PyDoC3 然後這個時候 欸 這東西好像可以執行 然後它應該是跟Python相關的 對 那就想說 那來看看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可以執行 好 那我們去看了這個PyDoC3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Python的Scriter 然後上面加了一個Shitband 就是用Python3來執行這個Scriter這樣子 對 那就想說 欸 那是不是說 我們的Python3之類的這種東西 必須要被 放在Shitband裡面 它才能跑 對 好 所以我們就一樣畫葫蘆的 做了一個Tester.py 然後 然後 上面就一個Print123 然後加一個Python3的Shitband 然後 當我們要執行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欸 怎麼會發生了 就是這個Authentication Error的問題 對 Authentication 顧名思義就是 嗯 它應該是有做某種驗證 對 應該是有做某種驗證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好 所以 這個時候我們就去查了一下 Juniper的文件 然後就發現說 欸 它原來有一個保護機制叫做VariExec VariExec 這個保護機制其實是在 它是從FreeBSD那邊衍生過來的 一個保護機制 對 這個機制的話 它會去檢查你所有Binary的 你所有的執行檔 到底能不能被執行 這個執行檔 到底是不是機器本身的執行檔 等等的東西 對 好 所以在這個保護 實現這個保護機制的話 就是它在 在Juniper裡面其實很多東西 像Web或Library之類的東西 都是被當成一個Package 在 掛在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它裡面有非常多Package 每個Package底下 你都會發現有一個資料 假如叫做Pkg 這個Pkg裡面就有這些檔案 像是Manifest Manifest.secrets等等的這些東西 對 那這些東西呢 像Manifest的檔案的話 它其實裡面 你就會發現它就是列出每一個檔案的檔名 然後跟後面的Shot1 然後還有它的Mode的權限 這基本上就是 我要驗證說這個檔案 然後它的Shot1應該長怎樣 然後它後面的Mode就決定了 它能不能被執行 或能不能被修改 等等的操作 對 然後而且這個檔案它會被簽章 就是被Juniper簽章 就是Juniper會對它做簽章之後 把那個簽章也附在裡面 好 那 這個時候到底這個東西是怎麼運作的 那我們知道在這裡面有非常多的Manifest檔案 就每個Package都有Manifest檔案 那這個Manifest檔案呢 會在Bloader的階段就被載入 然後會做一個驗證 就是驗證說它的Signature對不對 它的Shot1對不對 等等的這些驗證 所以你如果是單純的去改它的檔案系統 把它的Manifest的File改掉 然後來讓你可以去塞其他檔案進去的話 其實會在Bloader的階段會被擋掉 對 那所以 因為它在Bloader階段做這個驗證 所以其實Kernel也會被驗證 對 所以你也不會亂改Kernel 好 那在Bloader階段驗證完之後 這個機器就會boot起來 那boot起來之後 它進Kernel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個Manifest檔案 Lode進Kernel的 一條一條的Entry Lode進Kernel的Memory 那Lode進Kernel的Memory之後 後續的做一些檔案操作的時候 Kernel就會去檢查說 這些操作有沒有符合 有沒有符合這些權限 這個Manifest檔案上面設定的東西 對 所以 好 那 那 因為有了這個機制 所以其實我們 就算拿到了這個機器的root shell 我們還是不能隨心所欲的做任何事情 對 因為像你不能自己丟個什麼GDP上去等等的 對 那如果不能丟GDP上去的話 你在找一些Binary的Dome 或者是在寫一些exploiter的時候 其實相對來說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會很難debug 所以其實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有想說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把這個varyexec的機制給disable掉 好 那要把這個varyexec的機制給disable掉的話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它大概是怎麼實作的 那它的實作方式是說 它會在Kernel裡面 其實它在Kernel的BSS section裡面 它有一個variable 那這個variable就存著 這個varyexec現在的level 例如說它有分level 像是比較嚴格的level 或比較寬鬆的level 那不管它的level有什麼 反正如果它是0的話 它就會被disable掉 在做varyexec檢查的時候 如果它發現這個東西是0 那它就直接不檢查 對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把它變成0 那你要變成0的話 其實有一些方法 像是你可以透過改Kernel的方式 直接讓這個東西根本就不會被射起來 就是永遠都是0 但是因為我們前面說過 Kernel也會被varyexec檢查 所以其實改Kernel 是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 那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我們去patch VMBank的memory 對 因為我們有VSRX的VM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 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VM暫停下來 那暫停下來之後 你的VM memory就會被存存檔案 那存存檔案之後 你就可以到檔案裡面相對的 這個variable相對的位置 那你就直接把它寫成0就好 對 那寫成0之後 然後你再把這個VM開回來的話 它的那個Kernel裡面 這個東西被改成0之後 這個機制就會被disable掉了 對 那所以在剛開始 我們把GDP傳上去的時候 其實GDP是會 authentication error 它是沒有辦法執行的 對 但是 當我們把這個機制關掉的時候 那就可以看到我們的GDP 就可以正常執行 對 那至於說要怎麼弄出一個 可以正常丟上去跑的GDP 那就是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對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保護機制是 Juniper大概有意識到說 Web application這種東西 一定很常被針對 所以 它也對它做了一些安全性上面的加強 就是 它在Web 你的Web在執行的時候 其實是會被放在一個 它的取root的環境裡面 對 那這個取root的環境裡面 的話 你它就 某程度上跟原本的系統 就做了一定程度的隔離 對 但是大家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 但是 如果跟系統做了隔離的話 那這個Web就沒用了 因為 那 事實上呢 當你去使用這個Web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Web 還是可以對系統做一些configuration 做一些像是新增user等等的操作 對 那所以事實上 它就算放了一個取root在這裡 但是 它其實還是沒有把 它跟原本的系統完全隔開的 因為不可能把它完全隔開 你如果把它完全隔開的話 基本上 這東西就沒有用 對 好 所以 邏輯上來說 我們其實是 如果拿到了Web application的完整權限 我們應該就可以透過Web application去 設定這台機器 然後進而拿到更高的權限 例如說 如果我們有Web application的admin的話 我們就可以像是幫它新增個user 然後幫它開個ssh 那你就直接用那個userssh進去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對 所以理論上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要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大家可能會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 那既然它是PHP 那PHP大家 最常見的一個登錄的驗證機制就是 我登錄完之後我會給你一個PHP的setion ID 然後這個setion ID 它會去從那個等案系統裡面拿出那個setion file 然後看你這個setion內容是什麼 然後藉由這個來驗證說你到底有沒有登錄過 最直接的想法是這樣 但是這會卡到一個問題就是 事實上它不只有PHP的setion file 事實上PHP的setion file 只算是某種程度上的一種catch而已 你如果只是單純的在你的檔案系統裡面 造一個PHP的setion file 然後你直接拿那個setion ID 事實上會是失敗的 原因是因為它其實大家應該有想過說 那如果它在取入一個環境 那它到底要怎麼去改到外面的設定 實際上就是透過這個MGD 剛剛講到MGD這個process 它的IPC 我會透過MGD去叫MGD去幫我改外部的設定 所以事實上你的登錄的setion 會存一份在MGD上面 然後也會存一份在file system 也就是PHP的setion file 那這兩份要同時存在你的後續的操作才會正確 那這個就會稍微麻煩一點 但是也沒關係 因為其實原本的webification 就幫你實作了整套的登錄流程 所以其實當你掌控了這整個web之後 你可以直接用它的code去幫你做一次登錄 那幫你做一次登錄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正常的setion 這樣子 好 那再來要講一下說 我們在上面發現的一些漏洞 對 對 好 那 我們 就第一時間其實我們沒有找到一個好用的一個pre-auth 對 那所以我們轉了 我們把目標就轉向了那個HTTP的service 好 那不過我們在分析這個webification的code 在做code review的過程當中 我們就看到一些奇怪的東西 對 像是什麼server的 前置到底線server這個array裡面 有一個叫做method的東西 然後它後面竟然會等於什麼file底線upload 之類的 這正常來說應該要等於get或post之類的東西 那結果它出現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不是php裡面標準 本來應該要有的東西 對 好 那還出現了這個像是file name的upload.txt 之類的 就是這種你根本在正常的php裡面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個推論就是說 欸 那是不是把這個web跑起來的 把這個application跑起來的這個parent 把它帶了這些東西進去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來看一下說 事實上php到底在juneOS裡面是怎麼被執行的 好 那實際上的話如果你去看所有的php的 juneOS裡面所有的php的檔案 你都會發現第一行都有一個hbet 那 它事實上是被當成一個cgi執行 對 那 那 所以 在它的httpd的config裡面 其實也會看到它有這個mode cgi 然後 用這個東西來handle php的這樣子的一個設定 好 那 所以 它實際上的話php的執行方式是 當你今天透過web去開一個php的時候 它就會把這個php直接當成一個指令執行起來 對 好 所以實際上會長這樣子 就是假設你今天access的一個127.0.0.1 abc.php 然後你的query string帶了一個-a plus-b這樣子的一個query string的時候 它實際上會被parse成的執行方式是下面這裡 那下面這裡的話看到上面這個部分其實就是大家常見的在php裡面的前置到底線server裡面會有的內容 那這個東西就是httpd 幫它用那個環境邊數帶進去的 好 那 再來的話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會發現我們的abc.php 就直接被當成一個執行檔 就run起來了 然後你後面帶的query string 就會變 就被parse成agreement 然後帶進這個command裡面這樣子 那它就是這樣子執行的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想說 那 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 然後 就是看到這個東西之後我們就想說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cgi 然後來執行任意的.php程式 然後我們可以控制它的argument 好 然後就感覺這好像有點搞頭 就是好像可以做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可能就開始會想要去研究說 有沒有什麼php裡面會吃什麼參數 或者是php這支binary本身有沒有可能會吃這些參數 那我們會不會做些什麼事情 好 那但是要做這樣子的研究 要測試的時候 我們就會第一件好奇的事情就是 那我前面這個 我前面這個東西 這只是一個舉例 那到底實際上 它到底有哪些環境變數跟哪些argument 被帶進去執行了 對 好 那我們在做 在對httpd的service做reverse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了這樣子 這兩行code OK 那它看起來就很像說 好像它會把執行的時候 那個帶的 就是它到底帶了什麼參數跟什麼環境變數進去執行 這件事情它好像會把它印出來 對 但是我們在正常的log裡面其實我們沒有發現這件事 我們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對 那其實大概就是因為log level不夠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想辦法把這個東西打開 那要打開它其實也非常的簡單 對 那其實在gmOS上面 其實因為我們說它是用那個appweb這個現成的 web application的http server 那一般的http server其實都會有一個設定檔 對 那在gmOS上面其實也不例外 就是它有一個http低點conf 那這個只是說這個conf不是一般管理者會直接改到的設定 這個conf會是由php的 會是由gmOS上面的process 來幫你把這個conf升好 然後幫你把http低的service拋起來 所以一般管理者不會去動到它 那但是沒關係 我們知道有這個檔案之後 裡面也有一個選項叫做log level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從2 然後改成一個很大的數字 像我們把它從2改成8 對 那從2改成8之後我們就發現 前面說到那些cmd跟emv之類的東西 就被列出來了 好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看到說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帶一個servererror.php 問號-help 那就會看到說它上面 就確實如前面所預測的就是 它就是這樣子被執行起來的 它的argument就是減減help 然後它就是執行那個serverer.php 好這裡看起來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但當我們再繼續往下看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好像有點奇怪的東西 好 那這個奇怪的東西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它在環境變數裡面 它也帶了減減help這個東西進去 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理論上我們的預期是減減help這個東西 只應該被argument帶進去 但是沒想到它卻也一併地放進了環境變數裡面 對 好 那這個時候就代表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任意地去控制在這個 譬如說在這個php執行期間的環境變數了 好 所以我來寫一個poc試試看 那我們在這裡面找到了一個indexed.php的檔案 那這個indexed.php的檔案裡面 它就是它會把一個server 那server裡面的話就是基本上就是拿環境變數 那它會把這個東西給render到前端的網頁上面 所以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測試 就是我們去access indexed.php 並且帶入這個sertryrename的123帶進去 然後我就發現 沒錯 就是前端就真的出現了這樣子的 123的字眼出現了 對 那就代表說 我們應該真的可以控制一些 就是控制一些環境變數 對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開始想說 那要怎麼從這個控制環境變數來做到rce 那其實有第一個想法可能會是說 那我去找找看php的這些功能裡面 有沒有一些用到server這個變數裡面的變數 然後它可能會拿來做一些比較敏感的事情 例如說它把server這個裡面這個環境變數的內容 然後把它放進commend裡面之類 那你可能就可以透過這種東西commendinjection 或者是它把這個東西拿來當一個檔名 然後去對這個檔案做寫入等等的操作 對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們在裡面找 沒有找到一個好利用的點 對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去從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去從那個環境變數 那想說可以搞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對 好 那在這之前我們現在講一下說 EX2300跟BSRX這兩個東西的 在這兩個產品上面我們都發現了同樣的漏洞 但是我們發現它的recourse其實不太一樣 那原因是因為EX2300它用的是比較舊版的AppWeb 那舊版的AppWeb裡面的code本來就這樣寫 它就會把你URL裡面的參數pass完之後 就塞進環境變數裡面 這是它舊版AppWeb裡面預期的行為 那但是為什麼在VSRX裡面用了新版的AppWeb 還是有這樣的問題呢 那新版的AppWeb其實它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它幫你提供了一個選項 就是你可以叫它幫你把這些被帶進去的環境變數 最前面都加一個prefix 對 就像例如說幫你加一個HTTP底線還是加一個什麼 那這是可以configure的 但是在Juniper的JuneOS裡面並沒有做這樣的設定 所以它的行為就跟舊版的一樣 好 那所以再來就要來講說 好那要怎麼透過這個漏洞來達成一個RCE 對 好 那要從環境變數injection到RC的話要怎麼做呢 那首先大家可能會第一個會想到的就是 我可以空環境變數嘛 那第一個會想到跟control flow有關的 就是LD preload LD preload LD preload的話就是你可以去對一個環境變數做 你可以inject一個library進去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library去蓋掉一些原本 比如說libc之類的那些library的function嘛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可以用LD preload in這個我的library進去 那我就可以在這個library裡面寫一些 那個可能php裡面會用到的一些function 那我就可以直接在那個function裡面 彈個share除外這樣子 對 好 那當我們去進行測試的時候 我們簡單的帶了一個LD preload的 就是一個自己的library進去 然後去執行這個index.php 然後就發現它竟然沒辦法 它竟然跳出一個can't open 對 那事實上是veryexec連這個也會檢查 那因為你的LD要把這個so load進去的時候 事實上它在open的時候 它會帶了一個特殊的flag 那這個flag也會triggerveryexec的檢查 所以你的LD preload也沒有用 對 好 那所以我們不能載入任意的library嘛 那當然你因為veryexec 你也不能執行任意的binary 對 那但是share code其實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share code這個東西是你在執行期間 把它load進memory裡面去執行 所以事實上 kernel根本不會知道 你load了一段code進去執行 所以kernel根本沒辦法擋這件事情 那同理的script也是 就是像說你用php 如果kernel允許了這個php的執行 那php要load了什麼東西進來改的話 它其實都會知道的 對 就是kernel都不知道 所以事實上share code跟script是一個方向 好 那 好 那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有沒有辦法在php執行的時候 透過一些環境變數 讓php去load一些php進來 一些我們自己的php進來執行 所以我們就開始去翻php裡面的一些環境變數 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好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getenv 去做questreference 然後看它getenv到底call了哪些東西 對 然後我們就找到了 它裡面其實用了非常多環境變數 首先我們第一個看到的東西是這個 就是php-rini-scan-dial 那php-rini-scan-dial的話就是 它是一個你可以指定一個資料夾 然後來在這個資料夾裡面去搜尋.rini檔案 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控制.rini檔案來達成一個rce的 那事實上是可以的 因為我們.rini檔案裡面 事實上有這樣子的一個選項 就是auto-prepend file 或auto-append file 那它其實效果就等同於一個require 那它就可以在這個檔案執行的最前面 在這個檔案完全開始執行之前 就是在最前面插入你自己的php 對 那我們選用prepend file 那因為我們希望說 在我們的php執行之前 前面不要有其他東西來干擾 對 所以我可以用prepend file這個東西 我就可以執行我們的自己的php 所以整個東西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你會購到一個test.ini 然後在這個test.ini裡面指定一個auto-prepend file 叫做test.php 那這個檔名也不一定要是點.php結尾 那你再造一個檔案叫做test.php 然後你就可以用一個 這裡面就print了123 然後這個時候你去網址列裡面 戳這個php.ini的variable 然後你就發現123被print出來了 所以代表說我們成功的控制了它的control flow 好 那但是我們其實要上傳一個 其實要上傳一個 你指定副檔名的東西 在很多系統裡面其實都有困難 就是你不容易找到一個 隨便任何副檔名都可以上傳的一個動 對 那所以我們就再來想說 一定要點.ini嗎 那我們就轉而看到一個叫做php-rc的這個參數 那在官方的論壇裡面 有一篇跟你說 你的php-rc的正確用法 不是直接指定一個.ini 而是指定一個資料夾 讓它去資料夾裡面搜尋 那你就想說 那這不是跟前面的php-rc 是跟代表一樣嗎 好 那但是事實上 你用php-rc 你可以直接指定一個任意的檔案 讓它當做rc來跑 好 所以這樣子也可以成功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用 一定要那個.ini的副檔名了 你就任意檔案都可以 好 那所以事實證明 那個官方網站上面的論壇 有時候也會唬爛你 所以不要完全相信它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最後一塊平圖就是 那我們前面說了那麼多 我們要照.ini檔案 我們要照php檔案 那但是你要怎麼照 你總是要有一個任意檔案上傳 對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 在兩個產品裡面 就是都各挖到一個任意檔案上傳 任意檔 也沒有到任意檔案上傳 但是就是 你可以寫入一個檔案內容 然後到某個檔案去 那這個檔案 你只要知道它在哪裡就好 你不 你完全不用care它的檔名或路徑 你只要知道它在哪裡就好 對 那所以我們就找到了這兩個洞 那這兩個洞 你的細節今天不會講 那反正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好 那所以把這前面的整個東西串起來 就是用php-rc 就是上傳就是寫入.ili 然後寫入.php 然後整個串起來之後 其實就可以做到一個效果 就是我可以去執行任意的php 那為什麼是執行任意的php 因為它在取入的環境裡面 所以你沒辦法執行 它其實裡面沒什麼指令可以給你執行 所以我們可以用php來做其他事情 對 好 那這裡是一個demo 就是 這個demo的話就是 我們會執行一個我們的攻擊腳本 那這個攻擊腳本 它會吐一個php-station出來 那你把這個php-station 去把它放進你的瀏覽器裡面 對 你就把它用這個方法 然後你就把它吐出來的station 放進去 那吐出來的station 放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你可以正常的取得 整個web的assess 對 你可以拿到一個web的admin 那你就可以成功的去控制這整台機器了這樣子 那這個流程其實就是剛剛前面講的 你去模擬一次它的登錄流程 然後到一個正常的station這樣子 對 好 那最後的話來講一下說 整個report過程 那在report之前我們當然要先找一下說 有沒有跟其他人撞洞 所以我們就去找了一下php的一些 gmys的一些cve 那找gmyscve的時候 我們就找到一個洞 欸 xss 好 這聽起來根本跟我們前面講的東西 完全不會有關 不會撞 好 但是再仔細看一下它的payroll 欸等等 這種好像跟我的payroll有點像 就是 它的用法不是也是在後面帶一個東西 然後它就被放到server裡面吧 那這不是跟我的洞一樣嗎 對 那但是看來在當初回報這個漏洞 跟那個juniper官方其實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他們只注意到了它可以插ss 但是他們沒有注意到為什麼它可以插ss 對 這個插ss的payroll怎麼被放進去了 好 所以這個洞還是存在 那我們就有回報了它 對 那我們在5月5號的時候送出了報告給juniper 那 他在今天凌晨 對 發佈了security advisory 對 所以這四個cveid是今天才拿到壓線 對 好 然後另外 順帶一提就是 這四個cveid其實分數都蠻低的 都只有5.3 對 那但是把它全部串起來的話 就是一個9.8的分數這樣子 好 那就講一點心得就是 因為我是第一次研究這種比較大型的產品 對 那如果想要去 踏入這種比較大型產品的一些 在找它的洞的話 其實我覺得有幾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 可以先從自己有用過的東西下手 因為有用過 你比較熟悉 那比較熟悉的話 你再不管在構造exploiter 或者是在找洞上面 再逆向它 再分析它都會比較快速 對 那再來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挑選一個 比較容易debug的目標 對 因為 你在exploiter的過程 他都一定要一直debug 而且你有動態的debug的方式的話 其實在找洞上面也會比較快 像我們剛剛就是直接用log 就直接看到洞 對我們連逆向都不用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可以先從自己熟悉的攻擊面看起 像我這次的話 我從比較熟悉的http看起 對因為我如果是 從一些什麼其他routing protocol 還是什麼snmp的話 這些比較不熟悉的 protocol 其實在逆向分析起來都會比較麻煩 對 所以可以從自己熟悉的攻擊面看起 也會比較容易一點這樣子 對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謝謝大家 好 謝謝林宇翔精采的分享 那接下來進入QA的環節 請問現場聽眾有問題想問講者的嗎 好 這邊 你好 你好 你剛剛說你那個GDB有一些問題嗎 可以簡單說一下有什麼問題 GDB的話 這樣 它在編譯的時候就是 我們遇到一個問題是 我們原本想要放GDB Server上去 對 但是GDB Server 就是 我發現我們編不出一個 可以直接在上面跑的GDB Server 所以後來就 後來就先放棄了 那個因為是FreeBSD的問題嗎 是不是 對 就是GDB Server好像沒有支援一些FreeBSD的 一些Code之類的 對對對 明白 好 謝謝 那 現場 那邊 Henry有問題 我想問那個 PHP RC 可以把它直接指向斜線PLC Self StD 之類的嗎 或只是Environ 你把PHP Code放在Environment variable裡面 然後直接Include 斜線PLC Self 這樣是不是可以直接RCE 呃 我們原本是有想要嘗試 這件事情 對 但是後來找到這個Done之後 就沒有嘗試 而且它在BSD上面 它好像 而且我們不確定說我們的STD 我沒有特別去看說我們的 那個STD in的內容到底是什麼 對 或是環境變數啊 因為環境變數你完全可控 只要在裡面插 小魚 溫號PHP 還是說它全輯入的環境裡面 沒有斜線PLC 呃 這點我需要再確認一下 我沒有特別看到這個面向 對 OK 好謝謝 謝謝 那現場還有觀眾想問問問題嗎 這邊線上有一個問題 是透過線上Slido發問的 然後它問的是 改INI不會被Signature檢查到嗎 呃 不會 因為你INI的話 它就是一個正常的檔案 它沒有要做執行 所以基本上 它 呃 它不會對一個 它不會對你 它基本上不會對你沒有要執行的檔案去做檢查 對 好 那因為時間因素 我們現場開放最後一個問題 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再用掌聲 感謝一下講者林宇翔 謝謝